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大家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讲它重要,一点都不夸张 当一个人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对内容的方向大概有了一个感觉 下一步他就应当来着手研究 人家在这个内容方向上已经做了什么样的节目 哪些类型受到欢迎 用什么手段或者是形式来做的 这是我们讲研究的第一步 那么你怎么样在YouTube上去找到这些内容呢 我今天就来告诉你 大家现在看见的是YouTube的主页 当你大概知道一个内容方向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你就找到你的内容方向的关键字 用这个关键字来搜索 比如说做食物 那么你搜索下来 在搜索的过滤条件里头 有两个东西你马上就可以使用 你点击观看次数的时候 刚才那个搜索结果就会根据观看次数 来进行过滤和排序 你就可以找到关于你所搜索的 这个关键字的相关的 最热门的那些视频 另外一个过滤条件是频道 你搜索完这个关键字以后 你选择频道这样一个过滤器 那么返回的结果 就是关于你所搜索的关键字 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 食品的最大的那些频道 不见得是按严格的大小顺序排列 但是你用这种搜索方法翻那么几页 在这个内容方向上面的大的频道 你都会看得到 这是最基本的内容研究办法 不是今天这期节目的重点 这期节目我要给你重点介绍一个 YouTube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超级厉害的 内容研究的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自动生成的主题频道 注意这个是主题频道 它是频道 它是分主题的 并且它是自动生成的 好 我现在就给你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动画 比如说你想做动画类的节目 但是动画的工具内容形式 有好多好多种 你这个时候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你就在YouTube上这样子搜索 Animation就是这个关键字 动画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上topic channel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题频道的 这个英文字就是topic channel 你这样子一搜索 你看回来的就是一些频道 频道 然后你看这些频道有什么特点 它都是频道名称 然后后面是一个主题 也就是说这就是它生成的主题频道 这个主题频道 我刚才讲了 它是按主题放在一起的内容 它是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YouTube创建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创建的 它是算法自动的把属于这一个关键字的主题 把它放在一起 就相当于这个专业杂志 比如说这个杂志就是汽车发动机 那个是老爷车杂志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看在动画这样一个主题里头 它有这么多频道 第一个是动画主题 动画片还有个主题 动漫还有个主题 底下还有卡通 又是另外一个主题 你看看 有趣吧 每个频道 你在旁边就能看见它究竟有多大 你看104万 101万 164万的订户 如果你在乎的是动漫 那么你就进这个主题去看看 如果是普通的这样的动画 你就点击进入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动画 这个主题频道去看看 好 现在我们是在动画主题 这样一个频道里头 注意 我刚才讲了 这是自动生成的一个主题频道 你看它有什么特点 里头首先全都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 全是动画 你现在注意了 这个主题频道的视频 来自各个不同的频道 注意看 这个视频来自这个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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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它已经给你做了一个精选集 所以你要研究动画 这个方向 你就来看这个频道里头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画片 然后在这里头找出 你自己想专攻的那个内容方向 以及你感兴趣的那些频道 再给你举第二个例子 比如说你想做美食类的内容 好 就这么搜索 food 然后topic channel 这样一搜 回来的就是美食类的主题频道 你可以看到有食品 有烹饪 有挑战美食堂 这有个街头美食 很多人不是问老胡吗 街头美食究竟怎么玩 好家伙 已经有个主题频道 你只要点进这里头去看看 你就会看到全世界的 这个街头美食的 现在正火的这些视频 一个大的汇集 钱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在这里头寻找灵感 就可以了 你看看这个鸡蛋炒饭 来自这个频道 在一个礼拜就获得了 1000多万的观看量 而这个视频 是来自另外一个频道 在三个礼拜 获得了221万的观看量 所以这类的主题频道 已经帮你把内容 进行了筛选分类 一网打进 在一个地方推荐给你 厉害吧 好非常重要 最后有一点 我要提醒你 用这种搜索方法 你必须用英文 来进行搜索 如果你把这地方 全部换成中文 比如说食品 主题频道 然后就搜索的话 回来的结果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搜索方法 只能使用英文 好了 节目开始 我跟你说 这一期要回答一个 重要的问题 我没有骗你吧 希望这期节目 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